其實我的心情還蠻平靜的 我覺得一個發言人的工作 就是做好政府跟人民之間溝通的橋梁 所以未來我的工作就是在第一時間 把政府的政策還有重要的資訊 非常快速、清楚地傳遞給人民 我想這個是未來我的挑戰 也是我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想作為一個行政的發言人 不管是誰來做 它基本的ADC 它的基本功就是對各式各樣的 復戶還有政府的了解 那我想再加上我有擔任過立法部 我想行政立法之間的運轉、協調 那如何清楚地掌握各個環節 那這或許是行政院來成為 當發言人的重要的問題 山楠的運作 證明